若现生结成尽敬,则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原文,吴长曰,欲得佛法实义,须向恭敬中求。 有一分恭敬,即消一分罪业,增一分福慧。 有十分恭敬,即消十分罪业,增十分福慧。 若毫无恭敬,虽诵经念佛,亦非毫无利益。 而亵渎之罪,当先受之,堕落三图,经若干解。 其罪必已,当成此善因,又赴文法修道,施速念佛,求生西方,乐生托死。 若献生结成尽敬,则献生即可仗佛此理,待业往生西方。 亦得往生,则超凡入圣,乐生托死,永离众苦,但受诸乐矣。 如成法师一文,我常常说,想要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,必须向恭敬中去求。 有一分恭敬,就消一分罪业,增一分福慧。 有十分恭敬,就消十分罪业,增十分福慧。 如果丝毫没有恭敬,虽然是诵经念佛,也不是丝毫没有利益。 而亵渎清漫的罪过,应当先受,堕落三图,经若干节。 这个亵渎清漫的罪完毕,再乘着诵经念佛的善音,又再来文法修道,吃素念佛,求生西方,乐生托死。 如果献生结成尽敬,那么献生就可以仗佛此理,待业往生西方。 一得网生,就超凡入圣,乐生托死,永离众苦,但受诸乐养。